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 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最新一批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物资已经开始抵达 其中包括军用直升机、榴弹炮、发射装置、无人机等 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总额已超过30亿美元 对此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新闻网援引俄政治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 西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 他们只想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 根本不想让乌克兰实现和平 报道援引俄罗斯政治分析家铁木尔·弗勉科的话称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并不想寻求停战 而是想让俄乌冲突变成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 近年来 北约不断东扩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等西方国家又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 火上浇油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 弗勉科表示 多年来 西方在世界多地实施侵略 颠覆政权 发动代理人战争 这次顾忌重施 给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 提供情报 进行人员培训 并阻挠乌克兰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战争持续 让俄罗斯承受更多损失 从而保证美国的利益 弗勉科认为冲突加剧将给西方更多的政治空间 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同时美国也可以借机加强对欧洲盟友的控制 还可以借机强迫更多国家选边站队 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 总而言之 美国和其盟友不断煽风点火 就是为了压制俄罗斯 维持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而乌克兰则成为了一个牺牲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当地时间17号向媒体表示 欧盟拟议中的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 将集中在金融和能源领域 俄罗斯最大商业银行 俄联邦储蓄银行将成为制裁目标 同时欧盟将采取渐进性措施 停止来自俄罗斯的油气进口 另据了解 欧盟的最新对俄制裁措施 将不会在本月24号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推出 以免影响法国选情 当地时间17号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斯鲁茨基表示 美国和英国需要为正在爆发的全球危机 承担责任 并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斯鲁茨基说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行为的实质 是希望继续利用乌克兰 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 同时 西方根本不想推进俄乌谈判进程 美国和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轻率政策 导致了当前的全球危机 而俄罗斯已经警告过 对全球安全采取不负责任的做法 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 斯鲁茨基强调 如果不停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任何在乌克兰运输武器的交通工具 都可能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